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群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月坏 风出并作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血的英雄 上次说到 在楚国 无其在楚王的支持之下 大胆变革 严明法律 撤去不需要的官吏 废除了比较疏远的公族 把钱省下来 供养战士 目的就是加强军队 破除旧制 于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南面平定了百岳 北面兼并了陈国和蔡国 并击退了韩 赵 魏的扩张 向西征伐了秦国 一时之间 诸侯列国文楚色变 丰盛鹤唳 楚国大有取代魏国 成为战国时期的第二位真正的老大 假如历史能够重演 楚国人知道吴启的能量是如此的大 或许在战国剩下的时间里 楚国就不会过得那么窝囊了 或许后来屈原也不用投江了 所谓美景不常在 好话不常开呀 正当楚国的变法 进行的轰轰烈烈烈的时候 突然传来了噩耗 公元前381年 楚道王挂了 或许是因为有了吴启 他太过省心了 闲得无聊 向上帝报道了 吴启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彻底崩溃了 并不是因为他怕死 而是觉得亏欠这个人太多了 他是兄弟 战友及朋友 还没有还给他一个强大的楚国 楚王就这么走了 唉 正所谓老板无限好 只是挂得早啊 楚道王不争气的死了 吴启也意识到 自己的归期也不远了 戎马一生经历过 无数次勾心斗角的吴启 对于官场上那点小酒酒 司空见惯 那些旧贵族老贵族们 也不敢怎么样 现在国君走了 这些人如同媒娘馆的孩子 还不玩疯了 但是吴启绝对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人的智商竟然如此之低 会如此的心急 把报仇的地点 居然选择在了楚道王的葬礼之上 时隔两年 吴启又要面对生死存亡的选择了 有以往丰富的逃跑经验 胜利大逃亡那是不在话下的 可是吴启没有 或许他是太累了 不想再去漂泊了 或许他觉得自己太老了 就算逃了又能做些什么呢 从当初的鲁国到魏国 再到楚国 天下之大 自己还能去哪呢 于是 吴启决定去参加 楚道王的葬礼 在他看来 楚道王不仅是自己的上级 更是朋友 即使要走 也要先和朋友告别一下 吴启出发了 而且这一出发 就是离别 一切该结束了 让生命的空间延伸 听世界 楚道王的遗体 嘴里含着宝玉 停在祖宗的庙堂里 也不知道他去世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遇见了未来 所以看上去 他的脸上还带着一些金黄和不安 楚国临时组成的智商委员会的人 都挤在庙堂里 阴森森的空气咔咔作响 以杨成军为首的残余老贵族 对吴启怒目而视 切齿痛恨 而在这时 他们一分钟也等不了了 救贵族们动手了 而吴启一个风竹残年的老人 还能打得过谁呢 没有选择 他只能选择跑 但是他跑的方向 是摆放楚道王遗体的地方 或许他想再见一次 这个知己 这个朋友 于是吴启在前面跑 许多凶神恶煞的贵族们 在后面追 追不上不要紧 呼拉一下 弓箭手蜂涌而入 朝着吴启飞黄乱射 眨眼功夫 吴启身中树剑 重伤倒地 但他知道 这个时候自己不能死 不能就倒在这里 于是咬紧牙关 支撑起来 用尽最后一次力气 跑向楚道王的遗体 而他的后面 贵族们 兵丁们 像蚂蚁一样涌上来 见己交加 终于在剑语当中 吴启接近了自己的目标 他紧紧地抱住 楚道王的尸体 做掩护 无数只乱剑射向吴启 也同时射满了楚道王的遗体 吴启用最后的声音大喊 我死不足为戏 你等仇事大王 见陆尸身 打逆不道 谁能逃死 众人文言 恐惧而散 吴启满身鲜血 倒在自己的朋友身上 得意地笑了 真的 他笑了 嘴角露出一丝不经意的诡异 抬起头来 满意地看了一眼 欣慰地闭上了眼睛 一切都画上了一个 简短的句号 现在吴启终于可以去天堂 见自己当年无法拜计的母亲了 可以自豪地告诉妈妈说 妈妈 儿子我做到了 我真的做到了 我 thr 自豪地之前 小说 两个季蜂